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灾药 在地方明代和里长的争取之下 从今年开始新店安民街终于有了免费的接驳发誓 让居民要前往新店市区是更加的方便 新年新希望立法委员罗明才 以持续推动地方建设为己任 为新店乡亲打造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平邻区长旅学季行政智力丰富 期许自己为平邻乡亲打造更好的生活品质 并且行销风种茶推展观光产业 改变至美学作家蒋勋著作少年台湾文学音乐剧 音乐9号到18号将在新北市艺文中心演出 首周票房开红盘 而今天的戏说老地名要带大家来认识新店广新这个地名的由来 新年安和地区的公车行驶路线都是以安和路为主 但是人口较集中的社区都是在安民街内 因此从四年前开始 参车里的里长黄金线就非常的积极争取 希望能够有公车行驶在安民街内 而经历了几折折之后 终于在新北市议员陈永福和刘哲璋的帮助之下 从今年起终于有了免费巴士行驶安民街 让在地的居民要前往新店市区是更加的方便 新店安和地区共有七个里 人口数约有六七万人 虽然安和路是主要干道 但住宅区则集中在安民街内 不过所有的公车路线却都是沿着安和路停靠 所以附近居民想要坐公车就一定得走到安和路 不仅费时也相当不方便 安民街的老百姓要坐车去新店 非常不方便 一定要到安康路 安康派手那边才有车子坐 所以造成我们安民街很多人 尤其现在坐公车都是长辈比较多 所以他们走路上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开里民大会的时候 有非常非常多的里民长辈 拜托我们来争取这一条 财神里里长黄金线指出 这条公车路线从四年前 他就开始争取 中间历经许多波折 如今终于在新北市议员陈永福 以及刘哲章的帮忙之下 从今年开始 安民街有了免费重八 从新店驱公所发车 然后行驶安康路右转 左转吉安街到安民街 到我们财城里这一段 第一站是安民街72号 也是7-11 第二站在桃里车 第二站在光华街跟安民街交接口 安民街134号 第三站就是在安民街192号 全家便利商店 然后再延伸到花市到永安街 新河街 再绕回安河路 这条公车路线 头班车是早上6点 末班车是晚上9点 周末假日则是到晚上9点半 尖峰时间15分钟一班 离峰时间为60分钟一班 往后在地居民想要到新店市区 将更加方便了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店参访报道 新的一年开始 相信大家都有新的期盼 而立法委员罗明才 对于地方建设同样寄予厚望 同时也承诺 会继续为新店地区打拼 他表示 在过去的一年 安康的交通 14张的央北的开发等等 都是让民众看见了新店的改变 而在未来 他将继续推动各项的建设 打造一个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新的一年展开 新年轻气象 地方建设 大家也都期许 能有新的进展与发展 长期在地方深耕的 立法委员罗明才 提到环顾过去一年 新店已经有了许多改变 尤其是在安坑地区 安一路一起的通车 让交通大大获得改善 未来也将持续推动二期工程 新的一年大力推动 让安坑特号第二期的工程 以及结合华城快速道路的工程 能在今年大势底定 让它有志趣的展开来 环顾过去 我们的永和次系统也完工通车 我们中温大桥也完工通车 我们的侧环和快速道路 也完工通车 打造一个便捷的新店之都 所以我想大家民众 这是有感觉的 此外立委罗明才指出 安坑民众最关切的捷运 也已经经过了行政院核定 场站的设置与规划 未来也将持续的争取和推动 捷运延伸至安坑的问题 这个已经经过行政院核定了 我们还是会集合相亲所有的共识 所有大家共同的希望 大力努力来争取 总经费218亿 我们希望在K1 K2 K3 总共八个九个站当中 可以请政府 大力来推动所有厂商的开发 大概有200多公顷的国有地 希望能广心青年住宅 国民住宅 另外于去年底动工的 新店14张央北开发案 因为紧邻环状捷运县 除了交通便捷 还将新建只租不售的社会住宅 并且还规划了学校公园等等 整体开发成果相当的令人期待 整个14张现在的定位开发 大概就是整个 北台湾的101的新都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 环状捷运县在未来三四年以后 就会完工通车 在配合安坑捷运县的连线 整个环境 大概是80公顷的载造 里面有7000平的人工湖 媲美大安森林公园 所以在好山好水的新店 更有很多的人文汇萃的文化 所以结合在一起 我们希望未来新店的发展 是值日可待的 立法委员罗民才强调 新店是一个人文汇萃 充满未来愿景的好地方 而新的一年开始 他也将继续为乡亲打拼 打造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平林区长旅学季刚到任不久 便马不停蹄地巡视地方 由于区内的老年人口众多 所以他也特地来到了 银法俱乐部和老人家共餐 希望为长派们打造 更便利舒适的生活品质 他表示平林有好山 好水孕育了全台之冠的包种茶 因此在未来将会好好的行销 在地的产业 平林区新上任区长旅学季 原本担任巴里区区长 过去曾经为鹰哥护震书所主任 桃园桂山厢厢长 拥有丰富的行政资历 虽然才刚到平林区没多久时间 可是马上积极深入相立了解地方需求 尤其平林老年人口居多 吕区长还特地抽空与老人共餐 因为这边将近23%是属于我们 比较属于老人的一个地区分布区 算是比较高龄 所以也相信过去整个水资源的管制措施以后 造成年轻人都外流了 只留下我们这些老茶笼还继续坚守 爱护我们这块乡土 李居长也表示平林好山好水造就好环境 更有全台湾最优质的文山包种茶 加上了风景秀丽是北台湾难得的净土 未来仍会继续推广平林区的茶与观望产业 今天才看到平林地区像人间先进一样 因为这些茶园是全台湾最好的一个生产的 文山包种茶的一个最好的环境 优质环境 要喝到台湾最干净的茶恐怕也找不到地方 就只有我们平林这个地区才有这个环境 这边风光明媚水又甜人心更美 所以我能够调到这个地方看到很多的我们这些乡亲 他们这几天来跟我互动 觉得非常快乐 这天来到大林里银法俱乐部与老人共餐 并且参观了银法俱乐部各项硬体设施 也品尝了志工特别冲泡的包种茶 去场心情显得相当开心 也期许自己未来能够替平林相亲打造更好的环境 与争取更多福利 记者陈平长文齐平林采访报导 由美学作家蒋勋的作品《少年台湾》 所改编的文学音乐剧 在2013年首演后引发了热烈回响 并且将在1月9号到18号 首度移师到新北市艺文中心演出 新北市文化局在8号就举办了记者会 局长林宽玉和蒋勋就一同为音乐剧造势 希望大家一起来透过这一处音乐剧 来认识一群在角落默默辛苦奋斗的人们 改编自美学作家蒋勋的文学作品《少年台湾》 文学音乐剧 1月9日至18日将在新北市艺文中心演出 8日上午新北市文化局特别举办了开演前记者会 文化局局长林宽玉表示 《少年台湾》音乐剧在2013年首演后造成热烈回响 今年首度移师新北市演出 目前卖票已经超过8成 希望喜爱音乐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为了庆祝《少年台湾音乐剧票房开红牌》 加上了记者会这天正好是蒋勋生日 所以现场也安排了一场惊喜庆生会 另外蒋勋也以他充满慈性的嗓音 朗诵音乐剧终曲愿意诗 只为一次武汉的春天 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少年台湾》里面27个故事 其实大概都在写这一类的人 在非常底层生活着 然后在这个土地上 不同时间来这个地方的移民 他们如何在土地里面扎根 创造自己生活的幸福 而歌王英正阳也和同为 剧中演员的新兴天然气董事长 陈何佳 以及其他团员 共同演唱《愿意去》 优美的歌声诠释了《少年台湾》对台湾这片土地最刻骨铭心的感动 《少年台湾》叙述了一群人辛苦奋斗的过程 人与人之间依靠温暖的故事 英里民众进入一场跨时空之旅 购票详情请下两厅院售票系统或是音乐时代剧场 今天的阿公阿嬷当主播的单元 要由胡秀春来为各位播报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阿公阿嬷当主播 我是主播胡秀春 很高兴今天参加有线电视 10月14号举办的音话阳光活动 一大早带着大家到内动生活 省岭游乐区 多分金的接受 接受前往回吹水库参观 希望大家这次聚会 一发多多到河外走一走 参加活动 更觉得很健康的乐趣 先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是细说老地铭的专题报道 我们马上回来 现在大新店宽屏 让你上网没负担 学生光纤上网专案 限时限量120枚 每月只要879元 四大贴心优惠 让你的担心通通不用钱 大新店宽屏帮你省更多 为您带来最新消息 大新店宽屏200枚光纤上网 正式推出 每月只要999元 升装成功之后 再享六大毫厘 让我们一起超越极限 再创新时代 标网专线2917 3939 就一点点看思维不足道 却能让他们坚强地活下去 全他有许多经济弱势家庭 需要您的救助 一个小小付出 就是他们生命中大大的希望 新转赠19190运行 让158送到每个需要帮助的角落 新店的广兴 龟三 屈齿这几个里 都是因为临近了原住民的居住地 所以导致了许多的冲突事件 广兴在早期就曾经是原住民的刑场 因此有了家中宝这个地名 因为名称不雅 后来才更名为广兴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我们为您制作的细说老地名 专题报道 从新路路过广兴桥燕子湖 新田溪对岸就是广兴地区 广兴里四周分别和龟山里 屈齿里以及图潭里相邻 共分成广兴、城顶、平广、小坑等四个聚落 过去为原住民居住的地方 汉人较晚进入开发 若可明是来自三峡宇安坑 现在广兴地区人口最多的聚落 就是广兴聚落 屈齿已经在道光年间都已经开发了 那么广兴才开始开发 当初它开发的时候呢 是由三峡的肯明翻山越岭 然后来到广兴这个地方 根据当地的骑劳说 他们从三峡的山上往下望 觉得说广兴这个地方的地形非常的平坦 是个非常适合开墾的地方 汉人入墾后 与原住民争地发生许多杀戮事件 当时就以广兴作为刑场 出名为嘎中坡 听起来颇为不雅 由于这里多以种植农作为主 土地肥沃丰收 所以日治时期改名为广兴 日本人来了以后 他把这个地方 因为有很多的原住民 跟汉人一起起来 抗日的活动 那么日本人抓到这些原住民以后 就带到这边来行行 所以有人呢 就把这个地方叫做角形埔 那么也有人说 当初原住民跟汉人 为了真存生存空间 常常在这里发生战斗的情形 所以有人就把这里叫做甲藏埔 广兴路66项长福岩清水祖师庙排楼入口处往上区域 为城顶聚落 这里地势较高 具有防御的功能 但因地方窄小 所以防射兴建相当的密集 小小区域就有60多户住民 当地居民张吉雄回忆小时候表示 过去这里其实都是土家库 后来才改建成楼房 这家库就有这家库了 很久了这都百年了 已经百年了 所以这家库都喜欢坚固 对啊 这都土家库 这家库都在这家库 我们的那家库 头前这家库还有一些 都有一些 现在没有了 这个聚落呢 因为它的地势比较高 那么原住民要进攻不容易 他们就在下面周围 就种了这个气垫马 那么也设了四个城门 最高的一个城门叫做顶城门 那么这个聚落呢 因为它在高地上面 所以就叫做峡顶 在城顶聚落至高处的清水祖师庙 是当地居民主要的信仰中心 建于清同治二年 而现在的庙貌是在1971年改建 以钢筋水泥建造 因为广新早期先民 部分是由三峡移居此地 所以这里的祖师爷神像 也是由三峡祖师庙分领过来 据说祖师爷十分宁愿 早期居民外出工作 都会来此祈求平安 在开墾之初呢 当地的墾民要出外工作 一定都要来拔杯 拔杯呢 你出外工作 就会遇到这个原住民的杀害 张吉雄先生说 他曾听老一辈的谈起祖师爷显明事迹 像是现今庙中的贡猪 神像 就留有祖师爷庇佑当地居民的遗迹 在古代的庙庙最少 大家都觉得里面比较有味道 人家都不断 大家都不断 相传当初原住民来这里 追杀这个肯明的时候 那么有一些小孩啦 还有当地的肯明就躲在这个贡猪的底下 有的就躲在这个神像里面 原住民来了就找不到人 那么就很生气的 有人就在这个清水祖师的这个神像的下巴 砍了一刀 那么有人呢 就在这个贡猪上面砍了一刀 虽然这些刀痕经过修补 但仔细查看 还是能看出修补的痕迹 另外在庙宇外墙上还有一块石碑 也记载了祖师爷显明的事迹 由此可见 祖师爷在居民心中的重要地位 紧接着让我们来看看 宝贝拉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电数位电视HD99高画质套餐 每月只要99元 20多个高画质频道任你看 年脚就送价值1200元 康宁密扣玻璃盒四建组 或郭宝不锈钢汤建组好里二选一 活动详情请洽2917 3939 大新电数位录影机 拥有超大容量500G硬碟随你录 每月只要99元 跨年特别节目轻松预约录 出门看烟火不怕错过精彩节目 活动详情请洽2917 3939 104年1月5日起至3月30日 新电地震事务所8号行动艺术馆 展出秘境西藏摄影展 共有30多幅作品 其中包括了最高宫殿建筑布达拉宫 第一高峰圣母峰等等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2015台车风情为记录影像争选开跑了 证件日期从即日起至2015年1月23日 参赛者如意索取简章与报名表 可洽乌来林业生活馆 2661 6780 元旦春节廉价将近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 孕妇及未完成麻疹筛筛线炎 德国麻疹混合疫苗接种的婴幼儿 应避免前往麻疹或德国麻疹流行地区 如有出货需要6个月以上未满1岁婴儿 可于出发前2-4周 至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混合疫苗 新闻的最后是抗涨专区 所提供的超时商品资讯 提供给您做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都可以前往大兴电有线电视的官网 或是大兴电有线电视的脸书粉丝团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